这一次未来国会的发展 我们先请小芳姐 我觉得因为这个礼拜四 今天礼拜一晚上了 礼拜四就要投票选出 立法院的这个新龙头 我觉得龙头之战 恐怕只是未来国会 马戏团的序幕而已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因为以后的国会呢 自走炮开始吞箭的吞箭 跳火圈的跳火圈 然后自己在那边 高空的飞人的高空飞人 以后的国会一定会非常精彩 因为他们到目前为止 所提出来的任何 所谓他们的策略也好 所谓他们的政策也好 老实讲要么就是现在已经进行 要么是完全不可行的 比如说要去修宪的那种 那像总统到这个立法院 来进行这个报告 而且要急问急答这种 这种天马行空的 这边你会看到有人咆哮的咆哮 跳舞的跳舞 你真的不知道未来的国会 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 所以我觉得龙头的选出 绝对不是未来立法院的画下据点 会让大家得到一个 对于国家国政大事 能够有帮忙的一个据点 而是我觉得只是一个开端 就是我们像那个打棒球的 debut的一样 其实那以后呢 从这一场国会龙头 你就会发现未来四年 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在立法院里面 绝对是乱象重生啦 哇那你怎么看民众党的改革的 四大的诉求呢 你就是说 很奇怪啊 因为这些要吗就已经在做的 然后要吗就是你要去修宪才能做的 所以你要提 你应该是提一些 大家有共识的 然后可以做的 而不是去提一些 这个其实事实上会有很大的困难 比如说人事权啦 或者是总统来这个立法院来进行报告 急问急答这种 那我觉得民众党其实他为什么会提 很多很多的困难 他这些是要就是下半马锁 对 他是希望说来大家请注意我 我虽然只有巴西 但我背后有非常多的背后灵 你们是看不见的 但因为我有神通 我有开天眼 所以我看得见 所以你们都要来求我 柯文哲或黄国昌都觉得 大家都要来求我 对 那其实我觉得最好玩的是 你还记不记得他们巴西的时候 站出来 那柯文哲是 气势雄伟这样吗 对 气势雄伟 那个其实是八家将的那种气势 然后柯文哲一站在那边说 来找我报告 等等 你谁啊 你不过是民众党的主席 你是立委吗 那今天如果 不管是国民党也好 民进党也好 那搭档参选 正副议长的这些 就是立法院龙头的 这组人马 为什么是要向一个公民报告 一个党主席报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该不该去向朱立伦报告 对不对 然后该不该向赖金德主席报告 所以老实讲 我真的觉得 就是民众党把自己 就很拖大 应该是要自主 他把自己就幻想的非常非常庞大 我觉得这也很符合 柯文哲跟黄国昌的性格 就觉得全天下就我最聪明 因为我智商157 全天下我就是道德的玩人 立碑的圣人 就只有我最棒 不然你是要怎么 你咬我啊 太离谱了 太离谱了 真的八席变成八百席 我们在这边先恭喜我们的吴珍 他的新任 我们这个民进党部的 新闻部的主任 谢谢大家 其实我现在也另外一个身份 就是发言人 而发言人呢 就是跟伟三一起并肩作战 因为伟三现在也是我们发言人 是但你一上任 我要21号才走马上任 因为我从晋总转任到党部 所以我晚一点才会变成你的发言 我先帮你把那个椅子坐热一下 好的好的 那你从这个民进党的角度 你怎么看这次的龙头之争呢 你觉得我们有胜算吗 坦白说当然因为新国会的组成 对于民进党来说 毕竟我们其次就是 坦白说比在野党少 如果算整个这个在野的联盟 那是更少了 因为国民党在立法院是52加2 另外两席偏国民党的五党籍 陈超民跟高金素媒 所以国民党整个是有54 但是民进党在这个国会是只有51席 那当然还加上民众党的8席 所以现在今天其实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 早上也在开会嘛 讨论说最后这一个院长的选举 到底民进党是要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跟确定人选 所以我想当然接下来这几天民进党会 包含游院长会持续去努力 要去对外去拉票了 但是如果从旁边 我们侧面来分析来看的话 坦白说这个选前大概在讲的 韩国瑜回来当院长 我个人觉得这个机会还真的是不小 因为包含说国民党自己本身 就有其次优势嘛 那民众党照按照他们过去这个路线 而且民众党很喜欢去凸显自己的这种 与众不同 伟大 独树一格 独树一格 对这个国会改革四大诉求 来 蓝绿都来跟我谈 那我 求我啊 求我啊 我自己个人对这个他们投票 我现在是判断了 我觉得民众党还是蛮高 其实最后会把院长这个投给 他们自己的人选 例如说黄珊珊或黄国昌这样子 因为最后他可能会还是要显示说 蓝绿都缺乏改革的魄力与诚意 最终还是民众党才能够完全的实现 我们国会改革期待 所以我们院长投给自己 我猜想有可能会是这个方向了 那如果民众党确实是最后投给自己的话 那其实就是大家各自归队嘛 那国民党的其实比较多 所以最后有可能会有国民党这边来去 在立法院长副院长的选举中胜出 当然这是事前的沙盘推演啦 最后还是要看投票当天的出来结果 那我自己是认为说 其实虽然民进党可以想见 未来的四年 在立法院一定是挑战重重困难重重 因为过去但民党还有其次优势的时候 你说要推动这些前瞻基础建设的预算 防疫的特别预算 在立法院这样子觉得对台湾很必要 很必须的重大建设 都会遭到在党很多杯葛了 那你想见接下来 包含我们的海昆号 潜艰国造造到八艘 预算过程一定会遭到在党很多的杯葛跟植群 当然都是民主政治运作的常态啦 对民党来说就是增加更多挑战 但我个人觉得是挑战也是机会 怎么说呢 一来是说这样会有更多沟通协商对话的过程 其实也是一个机会让更多的全国的国民 来看到民进党的立场以及想法 再来第二点是说过去民进党在立法院是有优势嘛 是多数 超级优势 立法院不论是过什么或不过什么 不管里面各党的意见如何 最后民进党通通要负上全部责任 没错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你就是国会多数啊 完全执政完全考 囤防税过太慢 民进党的问题 这个矿业法过得不够快 也是民进党的问题 通通是民进党的责任 那某某程度好 因为我们是最大党我们也概括承受 但是现在新的国会民进党已经不再是国会最大党 甚至我们没有多数 所以未来 其实各党就在立法院一个擂台嘛 大家各自针对改革的法案去提出意见 那如果未来民众觉得 哪个法案怎么一直没过 哪个改革进程太慢 其实就要注意这个已经不再完全是民进党的责任 因为现在国会最大党叫国民党 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机会的 让各党平起平坐 让所有的国民一起来打分数 到底哪个党对于改革是完真的 哪个党只是打假球 没错真的要仔细观察 我觉得今天早上很有趣 其实民众党一直都诉求 它自己是关键少数 可是我发现它跟小兰其实差不多 我今天早上竟然看到 这个黄国昌 小兰的叫 那个的不能够放弃 小兰的叫 大家千万不要把它抵立掉 没错 我们今天早上竟然看到黄国昌跟韩国瑜拥抱了 我们当初看到黄国昌怎么样骂韩国瑜 现在抱在一起 它是不是完全没有格调 完全没有底线 所以我就说它是道德的玩人 那个玩是玩游戏的玩 玩弄的玩 对 所以道德该它怎么讲 它就怎么讲 它以前是怎么骂韩国瑜的 还记得吗 有一张照片 我应该给大家看一下 这张照片实在太伟大了 大家还记得 它过去的时候 曾经 曾经 这样没有反光 你看 它在指责 西罗大通 砂石场的旧址 我静静告诉自己 如此腐败的政治 必须彻底扫荡 它在骂谁 西罗在哪里 西罗在云林 他在骂当时的韩国瑜 跟李嘉芬的家族 然后我们还看到 过去韩国瑜说 请诚实面对韩国瑜 你赶快给我诚实面对 你不要再说谎 过去他在骂韩国瑜的时候 骂得有多么的凶狠 我们再看看 他们互相拥抱 水乳交融的 那样子的一个画面 好像亲兄弟是不是 感情很好 所以自从黄国昌 有一天直播以后 柯文哲不是要封他为 NCC还是要封他什么 然后他就很开心的做出 法务部长 新花开心灰灰 他就有那个心灰灰的表情 你看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了 国聪老师 你的好朋友 国聪老师 展现了现在已经升为 小兰的叫 那个的 大家千万不要把它忘记 你看现在还没开始投票 所以我刚才同意 或许民众党会把他们的八票 八家将通天通地 通鬼神的这八张票 他可能会投给他们自己 但结论是什么 还是国民党拿走 所以他这个就是 以退为进求全局 所以他的这个 虽然他不是自己把票 投给韩国瑜跟江启臣 但实质上他的行为 会造成了韩国瑜跟江启臣 能够拿到政府院长 所以我们大家就等待着 在520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已经立法院长交接 大家知道立法院长 有个非常重要的责任 就是我们新旧总统 交接的时候 那个国席 对 是要由立法院长来交给 我们的新任总统 不要哇 然后国际上的媒体 画面我不能开 画面太美好 画风突变画面太美好 然后国际媒体就说 我们顺便来介绍一下 除了这个 我即将卸任的 蔡英文总统 他过去 哇政绩几乎是满分 然后未来要接任的赖清德 哇他的毅力跟得到 好不容易突破了 这个北京的封锁 中间那个人是谁呢 下面就会有一张照片 就是韩国瑜用膝盖 走路的那张照片 你不觉得 哇这真的是 未来台湾的政治上面 我们就是有这种 冲突的美感吗 能够称为美感吗 但我觉得既然这是民众 因为虽然说韩国瑜 是国民党的不分区 但国民党的政党票 他拿到了一定的程度 让国民党成为国会里面的 虽然是少数 但是他还是 这个至少是第一大党 所以就会有这样子的结果出现 这是我们全民共同要去面对 那他之后的结果 其实刚才吴珍有讲到一部分 就是未来我们在国会里面 我个人没有像吴珍 那么的乐观说 因为过去什么东西都是你们民进党要去谈 没错 就是不管好的坏的 反正一肩扛 你们要去谈 未来呢 事实上国民党他虽然身为多数政党 还是要民进党谈 民众的还是要民进党谈 所以这个就是两位发言人 你们要发挥非常大的功效 一定要非常努力的 透过各种的管道要跟选民沟通 现在国家有一些重要的政策 必须要发展 现在台湾在国际上面 有一些重要的行动必须要参与 然后谁再扯后脚 过去丢猪内葬 那个已经让全世界都看到台湾的立法院了 未来我相信国民党现在大概不会丢内葬 那但是国民党还会出什么烂招呢 这是我觉得需要去破解 这个是我们既然是我们选民所投出来的结果 我们大家共同承受 但是我们必须眼睁睁的看着台湾这样子的发展 我们要如何去克服 就如同我每一次最喜欢举的我们新竹市的市民 你开心吗 你快乐吗 你们的市长从来都不关心你们 你们新竹市现在好像也没什么建设 你开心吗 你快乐吗 我们在旁边看 我们是觉得还蛮还蛮不错的 还蛮开心的啦 但是你们呢 我们在旁边看 我们在旁边看